連續好幾天的大雨 不少地方都有發生路面積水的狀況 不過今天上午 大學區真理街五項的路口 就發生一起搏砍石塊掉落路面的意外 一早就有居民向里長反映 在真理街路口轉角的這一處搏砍 許多大大小小的石頭以及泥土就掉落在路旁 里長表示到場之後發現這一處的搏砍上頭 有裂了一個大洞 研判是最近幾天連續的大雨 造成撥砍的土石滑動 我們要關閃 里長表示由於這一處的撥砍是在多年前 由當時的淡水鎮公所為了開闢道路所建造 經過數十年的時間 撥砍上頭還有一棵大樹 雖然這一棵樹已經枯死多年 但是樹根已經深入了撥砍土壤當中 造成裡頭的細縫過大 加上連續的大雨波砍的含水量過高就會造成崩落 或者是土石掉落的現象 而里長也立即通報去公所前來處理 因為這廣東太廣了 因為兩人多廣 還要出來這裡還有學生這麼多 還有那個UK 這裡還有一個是 古致NCA一部份的路線 這麼嚴重 如果UK這麼多發生危險 希望工作立即 可以做一個安全的設施 他這個以前的這裏蓋上好像有手根底 手根底也是說把他搶去幾點 變成那棵都會灌下去 水都滲進去 所以造成它裡面的土石軟化 應該是這個問題的 里長表示在通知區公所之後 經過公所反映 發現這一處的撥砍是屬於真理大學 因此也通知校方來處理 但是里長擔心大雨持續 撥砍的裂縫岌岌可危 後續可能會有更嚴重的災情 再加上真理街附近有許多的觀光客 還有大學生 雖然現在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但還是希望區公所可以先行緊急處理 避免災情擴大 記者許多音音樂是三文報導